孩子现在多大呀 孩子九岁 十岁的样子 那是我女儿 她也有小孩 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没有 男孩女孩 我是男孩 她是女孩 就这点事 就是你希望她在家里照顾你女儿 她不照顾 对啊 她就是因为半年前出了这个事嘛 她对我女儿就有看法了 现在就不想带我女儿了 老是落着出去上班啊 现在我女儿得了那个糖尿病啊 比较严重 每天啊 每餐都要打那个胰岛素 那为什么我说的话之前 为什么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呢 你前妻说什么 你就相信什么呢 为什么我对你女儿都好 你都不记得呢 你对我女儿好吗 我对你好或者你都不上乎 你对我女儿好吗 你怎么对我女儿的 我怎么对你女儿不好呢 就是我女儿打电话 想过来到我这里来 她都不同意 然后我叫她去接一下 她也不去接 我女儿我自己把她接过来住 半年时间才过了两次 她都不理不问 不管我女儿 我怎么不管你女儿 是你女儿自己回到这个家里 看见我了 就当时没看见一样 这样都不叫人 我就好心好意的 相信她说你怎么不嫁阿姨 看见阿姨 那我直接我不打理她 是你小孩不打理我 还是我不打理小孩 你就是说清楚 就是因为你自己啊 你对她不好嘛 她对你儿子怎么样 她对我儿子 她喝的酒 她就喜欢了打人 她是打你儿子还是打你 她打过我儿子 不是不是 不是也打我 有一次 有一次是为什么 因为她儿子吃饭嘛 坐在床上吃 她就追着胃吧 搞到床上到处都是饭 她儿子故意从嘴巴里面 把饭吐到床上满地都是 我就说她 我说你要教育她 这小孩子这么小 你都不教育 长大了怎么办 她就不教 她就不教育孩子 然后我没个办法 我的小孩呀 她才四岁 她懂什么 那你去打她 小孩子这么小 你不教育孩子 那你教育方法 是打小孩的方法吗 但是你不管打小孩 你连我也打呀 不是打了一次两次 多次呢 喝的酒是一次的 那是我喝最久 我确实知道 我那次 我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了 我喝最一次 不管你喝一次 喝酒 我是跟你承认错误了 她说她打了一次 你说打了多次 道理是一次还是多次 她打小孩 这打过一次 但是她打过不止一次的 就是说她对你动手 对 动过几次 她喝的酒 也动过几次 打得我 你跟你前妻 动过手吗 也动过 你们离婚 是因为你动手吗 有点吧 资料上面也说 你现在没工作 你没工作 大概有多久 一年多的样子 难怪她说 女儿没生病之前 你不做事 不出去做事 女儿生病了 我希望你照顾 因为我没上班的时候 她自己也同意了 我在家里 然后我在家里 我又不是没有事 跟我一样的 是照顾她呀 做家务呀 你怎么照顾了 我都做呀 你做什么了 我做什么了 你自己怎么说的 你说女儿过来了 反正我饭都不做给她吃 有一次 我晚上下班 八点多钟回去了 她在看电视 女儿坐在床上 饭都没搞给她吃 我很生气的那次 我怎么没弄饭给你 女儿吃呢 我那你每次来 就不就是那一次吗 跟你吵油价 你每次女儿过来的 不还是弄饭给你吃 反正你就是对我 女儿不好 但是我 我怎么对你不好 就是因为这半年 你从来一直以外 从到现在为止 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我也是一个人 你也是个人 你为什么不能够 体验给我呢 我体验过你了 我付出了 为什么你不 我哪里不关心你了 你关心我什么 关心我